分別請自行在完成留下英文留下中文 那做法基本上都一樣只要程式不要做錯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把那個上面的按鈕名稱改一下改成叫留下數字 就不是數字個數了OK然後分別底下也是一樣所以我就做一個就OK了 然後就留下數字按下去清除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有跑這邊來 這次我程式有BUGOK我之前可能改改的是舊的雲端我看一下輸出的位置輸出到E欄所以應該是C欄才對 然後輸出到F這個應該輸出到D嘛OK這邊改一下其他應該OK把它丟到這個位置 那就可以輸出有沒有 S 那你會發現呢 他只有留下最後那一個 原因何在呢我看一下好像這程式 是不是有一些有BUN我看一下 這邊S嘛 然後S等於S本身自己本身 最後把串接完的結果 就丟到 那一個 這個 出聲歌裡面去 END 那個字串接 那應該有問題的地方應該在哪裡 原來是這個放錯位置有沒有發現 這個應該放哪裡 放在這個回圈的外面喔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假設放在裡面他每次都清掉每次都清掉 所以應該要把這個這個S等於空的這個應該把它放在上面喔 所以我雲端上面的層次好像放錯位置 所以如果你如果照雲端上來call的話會有這個bug OK 所以有時候呢 有bug是難免的 但是你的 會眼要馬上能夠看出到哪裡錯 OK 那這樣的話 解除bug也是 你的 這個必要的一部分 否則的話你找不到錯誤 那你就卡住了 OK 他媽執行一下 但 這樣OK了 留下中文 也OK 為什麼因為只有一個Nokia 除非說你這邊 再 再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假設再加一個中文 比如說你這邊也是可以再變化一下 這樣OK 那這樣的話 再按一下 原字就OK了 因為非 數字 也 非 這個英文 就會出現 中文的部分 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按下清除 不過這邊 假如說啦 我們要按這一下 然後要按兩下 按三下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我乾脆按一下 我不要三個按鈕 我三個按鈕我可以把這三個按鈕 的動作呢 就變成 三合一 三個就變一個 一個什麼呢 乾脆就叫留下數字英文中文好了 OK那要怎麼做 其實也很簡單 首先第一個 名稱 名稱我拿這個偷懶一下 Ctrl C一下 留下數字英文中文 那你可以這樣做就是 直接在這個底下 你就是再多一個sub 那這個sub的名稱的話就叫什麼就剛剛那個名稱 然後直接Enter就可以了 OK 那可是呢我需要 這個sub將來也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然後按下他之後的話就分別執行這個 這個 這個 那你當然不是說把這個程式貼到這邊來 而是呢 最簡單的方法你用call call的意思是說呼叫 我就 當我執行這個sub的時候 就去呼叫哪一個 呼叫這一個 留下數字 留下數字 所以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所以你就講call 這個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分別 留下 英文 留下中文 然後分別把這個改一下 這樣改 留下中文 留下英文 這樣就OK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假設會有 很多個動作 你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有做過類似的東西 那也就是將來如果你有一些 這個程式 你不用一次急著全部就把它寫完 而且不是急著要把它寫在一個sub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先寫第1個 先寫再寫第2個 一次的一推 最後的話用call的方法就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 只要把這個 留下一個 留下 這個數字 英文中文然後我們最後就可以 不要三個按鈕好了 我們就是 把這上面這一個 跟這一個 這兩個把它刪掉 然後就留下 這個跟這個 這樣子 OK 然後清除 按下它 就OK了 這樣感覺 就還 蠻 如果你的資料量越多的話 你會感覺 越有感 因為一按下去 自動就幫你把資料給分開來了 那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看另外一道題好了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也是延伸練習題 那請各位 再看一個 那個 自串切割 這一個範例 OK本來是 103 這個 所以今天 就是 今天的那個 練習題就留下 數字 英文中文 然後待會的話 我們就做 數字 自串切割 這一題呢 基本上 難度又更高 怎麼說呢 就是你說難度高 主要是什麼 這一題應該名稱你可以把它改 留下 超連結就好了 比如說你會發現 在 這個 這個A欄的資料裡面 他的每一個儲存格裡面 實際上就是一個超連結 這有點像網路 現在比較夯的叫網路爬蟲 他把 那個每一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爬到 儲存格裡面 但是最後他其實只是需要什麼 他不是全部的資料 他只需要 這個超連結 他這個超連結是從哪邊看 假設 他要的資料是這個 HTTP 裡面的東西就好了 假設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那個 超連結裡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 如果真的我看蠻多人上班每天都這樣子 選取 Ctrl C 在這裡 在Ctrl V 有沒有 OK 點兩下 Ctrl V 然後他每天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資料量因為 太多太多了 所以他每天都一直在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然後如果裡面假設 有一萬筆資料 他就這樣 從頭做到 哇 是不是太累了 所以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式 那方法當然很多啦 這有點像 類似跟剛剛那個邏輯 有點像 只是說我把 我要的那個 A欄裡面的部分資料 抓到這個 B欄裡面去 只是說 剛剛我們 為什麼會需要知道 ASC 因為ASC 就是他們之間 最關鍵的就是怎麼樣 去把數字英文中文分開來的一個關鍵函數 那這裡的話 這一題當然你就不能用ASC 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找到 你要的這個超連結 的那個方法 可以想想看 不過這裡的話關鍵應該 跟各位提示一下 你可以 如果Excel的函數 這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 叫fine fine是Excel裡面的函數 fine什麼 fine前面這一串 然後到哪一串呢 到 到後面這一串吧 反正你就找到這一 前面後面然後呢 從這邊切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放到這邊 如果是VBA的話就是用in3 這個函數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找什麼 找你要找的頭跟尾 然後把 你要的頭跟尾的東西放到 這個裡面來 就OK了 只是說這一題 還有一個部分更難 因為我之前本來以為是他每一個儲存格是不是只有一個超連結 那就好辦了 可是問題 第二階段就是說 如果他你做完了 你會把往下捲動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超連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OK 也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超連結一堆 也有兩個以上的話 那怎麼辦 如果 實在要用人工來做真的是 不很OK的事情 永遠做不完 但是要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那你就要有能力 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剛剛那個 留下 中文英文 這個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把103題做完之後 那再思考一下 就是 另外一個那個 範例是那個 叫做 字串切割 謝謝